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 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今天又會和大家去吃自助餐 今天去這間自助餐就是在 恆峰酒店的紅煙窗 這間自助餐在網上的自助餐討論區 很多人說去抵食 CP食糕 今天就特意來專程試試和大家分享 Let's go 《紅煙窗自助餐廳》 位於彌敦道222號 恆峰酒店2樓 乘搭港鐵在佐敦站D出口 走大約1分鐘就可以到達酒店 也可以在恆峰中心商場直接通去酒店 進來恆峰酒店的紅煙窗自助餐廳 今晚吃自助餐廳 6時開始 剛才我們5時8時 都已經讓我們入座 我就可以先坐一下 和出去看看食物 我看到挺吸引 一會再出去和大家介紹 觀眾朋友都喜歡看類型的自費真人實測 試食自助餐的分享 或者其他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片 就記得按我 DANMAN826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今晚吃這個自助晚餐的主題是 深海體驗海鮮盛典自助晚餐 逢星期一至日及公眾假期 晚上六時至九時供應 每位成人是五百五十八元 零加一服務費 提前最少一日預訂 逢星期一至四可以有七五折優惠 星期五六日及公眾假期及前夕 可以有八折優惠 如果你想用消費券付錢 餐廳暫時會收取微信支付和支付寶 其餘兩款正在申請 你訂位時可以再問清楚 首先和大家去看看自助餐區的冷盤 有自助沙律吧 多款不同的新煎蔬果 配以五款不同的沙律醬汁 凍海鮮分別有龍蝦、青口、凍蝦和裸肉 也有紐西蘭的生蠔 這些生蠔不是師傅即開的 已經預先開好 和無限你取得的素 有五款的日式刺身 都是由廚師即叫即切給你的 有些驚喜的是 壽司賣相做得很好 擺一個手飾箱裡 看見都想吃 只看他們自助餐擺食物的方法 都頗有心思 做得頗美 這裡有個轉盤 上面擺放了一些已經調配好的沙律 和一些冷盤小食 有很多 海鮮類有生蠔 生蠔是已經預先開定的 是紐西蘭生蠔 有龍蝦、凍蝦、裸肉和青口 沒有長蟹腳 龍蝦是一半隻切開 看起來有很多紅色 不知道肉質如何 這個凍龍蝦真的超級高 有些紅色的高 又有些灰灰的高 肉質就是很結實 很夠紮實 不是梅的 都要有些壓力去咬一咬 但都OK 又不是很韌的 少許鮮味 凍蝦都挺大 撕完之後 都夠大 顏色也不錯 試一下 有蝦味 解凍做得不錯 多用海鮮 至於青口和裸肉 都是一般水準 沒有太大的特別 接著試一下紐西蘭生蠔 第一輪我拿了三隻 尺寸不算很大 小小的 沖洗得很乾淨 吃下去都沒有沙 都有少少的生蠔鮮味 反而第二輪出去拿 這些生蠔就大隻 而且吃下去很creamy 吃完後 口腔裡面還有少少生蠔的鮮味 價錢 有這個生蠔質素 真的不錯 又不用等師傅開 喜歡吃多少就拿多少 其實我也覺得 吃自助餐的凍海鮮 我估計的來源 供應都差不多幾間 貨品都差不多 只是看它有時 解凍做得好不好 或者批貨剛剛來得漂亮不漂亮 日式刺身 我每款都拿了一件來試一下 另外它的壽司 我看上去就相當吸引 它放在玻璃櫃裡面 好像手式的display 它有很多不同款式 做的樣子都是挺有誠意的 現在未吃的味道 都看上去的賣相是ok 那我先試一下魚生 不過我看到它 師傅切就有些參癡 這一塊就切得比較衰 另外一塊就ok 那我試一下味道如何 一般又是不會很差 又不會很有特別驚喜 始終魚生都是差不多 壽司的款式起碼很有誠意 吃下去的飯都不會很硬 像是擦紙膠一樣 又不會太冷 但我又吃得出去是 賭模的 即是放些飯 放進去燉出來 就不是手會逐個搓 但吃下去都不會很差 ok的 而其他的冷盤 沙律無論是賣相和味道 都做得不錯 我最喜歡就是龍蝦沙律 龍蝦沙律 即是拆了肉的龍蝦 和龍蝦鹹肉 這個味道不錯 還有這個適合懶人 即是又不想摸殼 撕蝦 吃到沙律就不醜 真是淡淡肉 嗯 飲品也是自助認識去拿 凍的有橙汁 金桔檸檬汁 也有奶茶咖啡 和熱朱古力 有燒烤 但選擇只有雞翼 和燒菠蘿 還有些蔬菜 即切的扒類 也只有一款 慢燒澳洲肉眼牛扒 中食的熱食方面 有圓條古法晶比目魚 燒排骨 水煮牛肉 清炒時梳 和薑蔥炒龍蝦鉗 西式的熱食選擇方面 不算太多 有個海鮮焗意粉 燒羊架和燒羊腿 煎法國鴨肝半多士 也有個馬來的咖喱雞 有個小型的車仔麵檔 可以選擇不同的麵食 然後加些港式街頭風味的小食 豬皮魚蛋 豬紅等等 熱食方面 我都每樣拿了少少來試一下 這件鴨肝多士 我覺得鴨肝薄了少少 多士厚了少少 但也不會太油膩 味道都算可以 薑蔥炒龍蝦鉗 適合我的懶人食 因為已經剝了一半殼 可以淡淡肉 其實有幾款菜式 都是有龍蝦做配料 好像這個海鮮意粉 配料除了有龍蝦肉 還有青口 魷魚 醬汁是忌廉芝士 這個意粉都不錯 現在拿出一塊曼谷的澳洲牛扒 和一個燒羊架 剛剛試過的牛 吃起來比較韌 沒有牛肉味 質地不太好 很有咬口 羊架反而好少少 但也有少少少酥味 肉質也不是很軟 兩種都是這樣過得去 不算是很好 剛才出去拿熱盤 我發現剛才第一輪 看到的食物已經沒有了 譬如我剛才想吃炸魷魚酥 現在變了脆的餃子 另外有個燒排骨 剛才很美 我想拿出去的時候 現在沒有了 又變了燒雞 所以如果喜歡吃的熱盤 都要快點去拿 不知道會不會再添 剛剛出了一些新的炒芥蘭 所以我拿了芥蘭 而且我看到 在車仔麵當裡有很多菜 還有一個牛腩 牛筋腩 好像很香 我看到很多人都拿牛筋腩來試 所以我拿了牛筋腩的菜 牛筋腩很軟 很有雲吞麵店吃的牛腩 牛筋麵的味道 就是用柱口醬 這個用來送飯也不錯 有兩款湯 中湯和西湯 中湯就是蓮藕湯 西湯就是粟米忌廉 但它沒有牌 它只是西湯 我猜是粟米忌廉 看上去看上去 我要讚它 它有幾款麵包 但它有一部機器 讓你放進去 它會幫你轉兩個圈 煮熱的麵包 烘焙的吃 其實這樣喝西湯 就不錯 不過今天就選了這個蓮藕湯 粟料夠火候 它有些瘦肉 蓮藕 它們這裡補充食物 都很快手 出去不會看到有吉盆 無論是海鮮 熱食都補充得很快 這個地方 覺得它都坐得很舒服 桌子都不是很近 而且就算是兩人桌子 都不是很細張的桌子 但問題就是 我們這個位置 冷氣很冷 它這個部位 外面就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來吃這裡 都帶點面外套好些 因為如果你坐在外面 這些位置 冷氣巴巴聲很厲害 又到甜品時間了 大部份的甜品 都是切了小小件 為了把整個蛋糕放在冰箱裡 自己去拿 真是花多眼亂 如果要放一個名牌仔 告訴客人 這是什麼甜品的話 就更加好 因為現在只有二茅取甜品 這個應該是我的 最愛的芝士蛋糕 另外它也有個 焗爐仔裡面 有些熱食的甜品 例如葡萄 煎堆 杏仁酥 還有幾款的水果 當然就不少雪糕 可以用的雪糕 就是杯裝的Hack and Dice 雪糕 有幾款不同的口味 除了很基本的雲呢 士多啤梨朱古力口味之外 它也有些特別的口味 好像這個就是蜜瓜味 還有一部炮菇機 在製作新鮮的炮菇 挺好吃的 我都試了一些 是甜炮菇來的 我拿了一個葡萄 我拿了一件芝士蛋糕 還有一個應該都是 刺地朱古力 或者是卡拉麗的蛋糕 吃下去才吃 因為問題是 它的蛋糕都是沒有這個名牌的 所以要猜猜一下 另外有一宗的紫米露 紫米露呢 我覺得是太稀 而且不是太甜 有些甜 葡萄很好吃 芝士蛋糕也很好吃 另外就是咖啡蛋糕 幾樣都是不錯 而且在這裏聽著的甜品 也不會說很甜 如果你不喜歡吃太甜的甜品 這裏就適合了 剛剛買了單 原價是五百五十八塊一位 因為是預早訂位 最少兩個人就有七五折了 之後再加一兩個人就是九百四十八的六 那我就給了這個支付寶 今天用了我九百多元的消費券 今天出資 我覺得整體來說 今天呢 這裏 以我這個價錢 現在加一 折了之後呢 不用五百元一個人 我覺得性價比都OK的 那些東西 那些凍海鮮是合格的 是合格以上的 熱盤就雖然不太多選擇 但味道都不錯 甜品都中規中矩 每樣都是 above average 服務都不錯 收益都很快 地方消息 不過真的凍一些 而且它也不是太難訂位 我也是上個禮拜才訂的 觀眾朋友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這條片給朋友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和鈴鐺 當我新興趣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IG 看到特別優惠的資訊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